我那时候想要广州塔拿不到 你说这个吗 我是说这个 广州塔那个高的 拿不到 这个是给你一个碗 小泰先谈一下今天一场比赛的感受吧 因为是你已经第四次拿到了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这个冠军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 特殊的意义我觉得是比较 还好 但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比赛上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观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在落后的时候 可以更有信心 更有自信地去跟他对打 然后后来也是很顺利地有赢过第二局 那我觉得那时候是比较艰难的 然后自己在这场比赛 我觉得有坚持住一些 就是减少失误这个部分 我觉得做得很好 其实看到你跟马林在一次站在决赛场上有一种 梦回几年前的这种感觉 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为之是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因为他经历了两次的开刀 然后复原再回到场上 我觉得他的速度跟力量还是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 然后加上我前几天看了他和余飞的比赛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状态其实都非常的好 然后在这中间我也想过说 我如果跟他们对打了 我应该会很难看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一直去告诉自己说 我要找到方法让我这个失误很多的情况 可以有生存的地方 对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在场上去为自己做突破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今天全场支持你的球 你说的一些话 他们一直都来给你们支持 对我觉得从第一天开始 我每天不管打到我的对手是谁 大家都是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而且从第一天就是蛮长的观众 然后大家都一直喊小戴加油 对我觉得这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再加上我很累的时候 我还是一直听到小戴加油 我知道我要加油 好 最后问一问题 问你问题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来 就是说你昨天也说不用想这么多 去对这个结果 这种心态是不是也今天对于 这个能赢下比赛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 还有一个 你先回答这个吧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态是放得比较轻松的 就是把自己做好准备 然后减少失误 对这是我今天一直告诉自己 要减少失误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有做到 还有一个你也是自己 在经理这个复原当中 你说那么你拿到这个冠军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要相信自己 在场上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就是我的失误很多 但是我也是要去告诉自己说 我要减少失误我可以做到 因为其实我把球打进了 可以造成对手 就是很艰难的去接这个球 这就是我的机会 想来问一下 今年的比赛 可以让他先吗 打几分啊 十分满分哦 十分满分 我在比赛上 可能给自己 八分 但是在 自己在 怎么说呢 比赛这个准备上呢 我觉得是 不是 不是这么理想的 因为在过来之前 其实我没有 接受到很好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来讲是 我是会很难去获胜的 你从去哪里来的 我没有出去玩 我上次押运会的时候 很想要去西湖 然后这次就想说 我那个小组赛没有办法出现的话 我就去西湖玩 刚刚好 因为大家不是说 来了杭州没有去西湖 就不像来过杭州 结果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来过杭州 大家是不可以把西湖带回去了 那个讲话 好啊 太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一个签名会 所以结束可能会很晚 然后晚上可以去西湖的 可以 差不多一个问题 就今年赛季打完了 如果点评一下自己 这个赛季的表现 然后对于明天赛季 有什么样的场合 我觉得我下半年的表现 其实不是很好 就是在每一个比赛上 我想要打好的比赛 我都没有打好 然后这个比赛 我觉得我会打得不好 结果我打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就 就放开去打吧 对然后明年就是 因为还是会有很长很长的赛季 再到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 必须要保持着身体健康 好 谢谢 好 谢谢